六大轮回啊 没人去地方不一样 什么人决定你到什么地方 这都说没有人决定 这个时候 不是天神给你决定 也不是阎罗王给你决定 是你自己的念头 佛法里就说得好啊 最后你的一面是什么 如果最后那个念头是贪心 不管你是 你想这是财产 或者是家亲眷属 你最后这个一面想这是贪 贪心多莫归道 如果最后这一面是惩恨 有埋怨怨气 心里不平 那就到地狱道 最后一面是糊涂 欲吃 虽然没有什么妄念的迷迷糊糊的 多半都出身道 你最后这一面是阿弥陀佛 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最后这一面是真主 他到天元去了 就最后一面 这也是受命宗疗的时候 来生到哪里去 是最后一面 那个是关键 你明白这个道理 老天很公平 没有厚此不彼 完全是中国古人讲的话 自作自首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了 那么从现在就要训练 训练什么 训练这个念头 时时刻刻 都有阿弥陀佛的念头 灾难来不来没关系 来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来的时候继续念佛 这就对了 完全对了 自己的前途 主宰在自己的意念 我们有理由相信 每一个宗教经典 都是如实说 那些大圣大贤 不欺骗人 这个文字里面 求生净土 这一句好懂 生到净土去干什么 为什么 是为臣服中治 换一句话说 在极乐世界 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 只求成就 佛的一切种植 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 到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的会下 这求佛指导我们 帮助我们 证得 明心见心 大车大悟 成佛中治 就是这个意思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 自信里面 允满的智慧 就是一切种植 这个名词里头 包含着 佛法 两个意思 第一个说句 第一个是一切之 第二个是道中之 是总之 第一个是道中之 我什么意思 一切的 第二个是道中之 而除了 是迦 你 迦 军中之